即放宽移民申请 加快移民案件审核的移民利好政策后 加拿大政府又打出一个王榨新规 那就是现如今网红也可以申请加拿大的自雇移民了 自2015年互联网自媒体的高速发展 自媒体内容创作者 大家熟知的网红层出不穷 创新的视频或者博客内容引来了大量的受众及商机 甚至不少自媒体达人瞄准行业先机 创立网红巨镇MCN经纪公司 在这新兴行业内急速发展 拥有了超能力 大家熟知的李子柒 啪皮江 北美流量大咖独角兽等自媒体号横博发展 吸引了无数商家赞助 根据一些调查数据分析 全球网红产业在2020年价值70.68亿美元 并且还会以每年30.3%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继续在未来的7年保持增长 这不除了人气和变现能力 现在网红也可以为自己开辟一条快速移民北美的道路 在4月的早些时候 加拿大发布了最新版本的国家职业类别NOC列表 在自雇移民的类别当中 新增了一个新兴职业称号 除了常见的模特 街头艺人 魔术师之外 自媒体网红也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亲爱 可以申请自雇移民 在NOC列表里面的Other Performance一类中 职业代码为55109的职业称号 新增了Influencer这个职业 要知道上一个版本当中 网红并没有被纳入自雇移民里面 这说明如今的网红行业 它的价值和变现模式已经被政府所接受并重点关注 那么怎样的自媒体网红才算符合加拿大自雇移民的标准呢 在加拿大自雇移民的定义里面 网红这个职业给予的标准非常宽分 只需两点 一 能够就广泛的主题分享想法和建议 二 为社交媒体等平台 创建个人和品牌内容 看到这里 小编觉得加拿大政府为了吸引移民 用网红这一点来挖人真的是太狠了 想想隔壁的美国 今年工作签证48万大军注册 中签率创新低 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说起这个新的移民政策 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瞬间激动 要涌入内容创作者网红这个职业 只要自己有一个自媒体账号 买买粉 经营一下 获得一定粉丝受众 就能有机会通过这个途径获得枫叶卡 这可比美国动不动五六年排期才能拿到绿卡的节奏快多了 同样享受着北美的空气 谁还会苦哈哈的去申请美国永居呢 但是大家不要太冲动 在自雇移民的申请要求当中 提交申请还至少满足以下四点 第一点实现程度比较容易 在三个选题当中选其一 递交申请前五年中至少拥有两年在文化 艺术或者体育领域的相关经验 即过去五年中有两年的自雇经验 或者参加世界性的活动经验 又或者过去五年中有一年的自雇经验 即一年参加世界性活动的经验 三选一即认定为满足 其余三点分别是 一满读评分表35分或以上 二拥有基本的英语或法语能力 三证明有足够的资金 可以支持全家人到达加拿大后 至少一年的生活费 这几点中范围看似比较狭窄 但不少有经验的移民律师表示 其实文化、艺术、体育领域 已经涵盖生活当中的上百种职业 自媒体作家、旅拍摄影师 也符合上述要求 同时小编还看到加拿大政府当中 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夜店、剧院 广告公司雇用的网红 也符合移民中网红的定义 有网友看到这则移民政策出台后 笑称国内网红大IP李子柒、李佳琪等人 可以说躺着都能申请 当然也有部分律师谨慎地告诉申请者 凡事都有万一 到了申请的那一步 符不符合标准 还不是加拿大移民局说的算 总而言之 从这一政策可以看出 比起美国一成不变 甚至紧缩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正在与时俱进 看到更多的商机和机遇 吸引更有潜力的移民者 至于这个新的移民政策 会不会真的如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随意 不妨大家申请看咯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